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封城市河湖派出所一天之内非常罕见地接到了三起非同情长的案件 先是有人来到派出所状告自己被岳父骗婚 后来又有人报案说自己的丈夫被人挡架 最后的报案更加令人毛骨死人 既然有人到底说看到马路上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震惊震惊震惊 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头 这个小小的村镇居然出现了骗婚案绑架 还有凶杀案 而且一起比一起严重 可是你能想到吗 其实这三起案件的背后却都是因为一件并不算太大的事情 那这三起相互关联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惊人的魅力 这里是生活的参考 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 原本是一场美满的婚姻 却引发一起今天的杀人命案 被告骗婚 被绑架 被害的 却是另一个人 两个家庭惨遭不刑 到底是谁之错 这样的悲剧能否避免 敬请收看生活早餐考 一笔海里的悲剧 2012年6月11日 江西省封城市河湖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已经陆续下班了 只剩下值班民警小王 这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走进派出所报案 其中一个残疾人满脸怨气的表示 称自己被人骗婚 要求警方立刻侦查 两个人起摸车来到所里面报警 说是家庭有个婚姻纠纷 怀疑他岳父家是在骗婚 正当民警小王被骗婚案做案件笔录时 一旁的街警电话突然响起 电话一端有人焦急的报警 说是自己的丈夫被人绑架了 而且还是在自己家中被人强行戴婚的 目前生死不明 他在当时说了 这个他的爱人被绑架了 值班民警接到这个报案之后十分紧张 立刻准备出警调查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此时 一个更让他们震惊的报警电话打了进来 就说有人在厦门公路边上打死了一个人 在短短一个小时里 先是有人报警被人骗婚 后又接到绑架报案 现在又出现了凶杀案 这样的三起案件几乎同时发生 这在这个人口并不多的乡镇里 实出汗 派出所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由于凶杀案的发生 人命关天 警方立刻把凶杀案的侦破 放在了守卫 并出警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凶案现场 当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 倒在地上的男子尚有呼吸 于是立马拨打了120 几分钟之后 120也飞速赶到现场 对伤者实施了解救 但一看的是 这名男子此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确定已经死了 经法医鉴定 死者是被重器反复打击头部 致使颅脑损伤导致死亡 警方调查发现 死者黄某现年42岁 是乔东镇人 因为死者头部有多处被打痕迹 而且伤口较深 警方初步分析为他杀 此时 办案民警突然联想到 之前所里曾经接到过的 那个报警电话 报案人称 自己的丈夫被人绑架了 七八个年到我家里 拉我老公来得好 死者会不会和这个绑架案有关呢 办案民警立刻调取相关资料 进行查阅 当案显示被绑架者与遇害者正是同一个人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与死者有如此大的仇恨 先将其绑架 后将其活活打死呢 我是他人居嫁过来几年 看他人一直都挺好的 挺厚多的一个人 竟然被人活活打死了 感觉挺惨的 最大那个脚步型的就是 其母都知道 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 可能要是 可能都有那个五六十岁了 据目记者证实 死者是被他的女婿和几个人连托带拽 带到了河湖边上 而死者的妻子在报警时 也说黄某是被他略有残疾的女婿绑架走了 死者黄某的家属对张姓女婿等人的行为 表示非常愤怒 他们控诉是女婿带人绑架了岳父 然后又将其杀害 然而女婿家人却不认可黄某所说的绑架 他们认为 自家人只是找黄某商量事情 因为没有谈拢 在路上发生了拉扯 我家里我要为了张姓姓的亲家 张姓姓是不是把你绑架过来的 她说不是 女婿女婿到底要干什么 她就是 家里的事 她说我说家里的事她怎么会绑架呢 我问现在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报告 她说 由于黄某是被女婿带走的 黄家一口咬定 黄某之死就是女婿所为 难道真是女婿亲手杀了自己的岳父吗 他们之间又有了怎样的深仇大恨呢 结婚两次 男子都是为了恨一个目的 包办婚姻的背后是巨额的材质 花旗少女向家人求救到底所为何事 那个装兵兵将来的刀割的 我会蒙天启示啊 我没有打过她 逃跑的背后到底遭遇了什么 就往合部方向跑 案件侦破 杀人竟然另有其人 请您继续关注生活早餐烤 一笔彩礼的悲剧 被害人黄某夫妇有两个孩子 一家四口生活在封城市桥东镇 常言道水火无情 多年前黄家失火 房屋被大夫妇 只剩下一堆被居 为了盖房子 黄家早已欠下了巨额债务 房子失火之后 黄某和妻子只能辅住在 封城市建南社区 每天依靠打铃功 维持升级 一直以来 黄家生活都是十分结局 如今女儿长大成人 黄某和妻子商量着 将女儿早点嫁出去 今年18岁的女儿婷婷 两年前经人介绍 嫁给了邻村的小伙子张斌 可当时结婚时 婷婷还不满16岁 这个婷婷与张斌 从认识到结婚 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结婚前两人并没有什么接触 婚事也是由双方父母包办而成 由于双方父母都急于 让自己的孩子结婚 那么隐藏在这场 急匆匆的婚姻背后 又有了怎样的眼睛呢 原来婷婷在小时候 被鞭炮震聋了耳朵 丧失了正常的听力 虽然可以说话 但很难与人沟通 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眼看着女儿婷婷 长大成人 父亲黄某开始张罗女儿的婚事 虽然女儿有点残疾 但却长得十分漂亮 找个婆家并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当地的习俗 结婚时南方都会给女方彩礼钱 黄家人讲 有了这笔财笔钱 不仅可以还清债务 还可以用这些钱做点小生意 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情况 黄家急于将女儿出嫁 而邻村的张某 也正好忙着为儿子张冰 张某婚事 张某夫妇住在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平房里 一家人以种田为生 三十年前 张某的哥哥意外身亡 留下怀有身孕的嫂子 嫂子生下一女之后 张某独自承担起整个家庭的担 由于经济条件差 张某娶了嫂子和妻 最后他们又生下了两个孩子 两人一起将三个子女 抚养着 两个女儿已经陆续出嫁 而唯一的儿子张冰 还未娶妻生存 可给张冰娶老婆 却成为张家最大的烦心事 人家的儿子大了 找女朋友都是相当好找 那肯定的都是各方的美人 亲戚朋友都大家互相这么介绍 而他的儿子出来问题 肯定就差一点了 张冰从小身体健康 成年以后身材高大魁武 谁知天有特色风云 人有旦夕过湖 疑似意外让张冰差点丢掉了性命 在外面打工 无意当中被人家殴打 好像是打着老布吧 结果导致老猪血吧 我脑袋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 没装满药 我差点差点都死掉了 这里也开了一个二十一档 发生这次事件之后 张某夫妇细心照料受伤的儿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 张冰的命是捡回来了 但腿脚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不能再外出打工 于是张冰和父亲在后山上 办起了养技场 父子俩努力学习饲养技术 勤奋创业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 一家人的收入 在农村也算得上富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冰的年龄越来越大 父母抱孙子心切 决定给儿子娶一个媳妇 由于张冰的父亲 固守的传统旧观念 那就是娶老婆 是为了让儿子传宗接代 张冰与第一个妻子 在一起生活两年 却一直为了生育 经双方同意 张家给了少许生活费之后 把前妻送回了娘家 于是 给张冰娶媳妇 再次成为张家人的心病 经人介绍 张某认识了黄某 两家的孩子也见了面 张冰在与婷婷见面 一个月之后 双方父母开始商量着 孩子们的婚事 黄家提出 女儿出嫁 必须要有八万八千元的彩礼钱 黄婷耳朵有点背 讲话有点我们听不清楚 我也就是说 它有点缺陷 我自己一只脚 也有点缺陷 和一只手 有点缺陷 我在外面也不能 做什么太重的佛 所以说一直跟着 爸爸妈妈在家里 按当地的风俗 结婚时 男方给女方送彩礼 是两家结亲 必要的程序之一 但是具体给多少钱 却没有什么标准 少则两三万 多则几十万 这要看 男方的家庭条件 还有女方的要求 两家共同协商 黄家提出 要彩礼八万八 这在当地 可算是高标准 对于张家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但由于张家对未来媳妇 婷婷十分满意 又为了能早点抱上孙子 所以张家没有拒绝 黄家的要求 而是东拼西凑 借钱凑够了财礼 在张家付给黄家 八万八千元财礼之后 赢取了儿媳妇 再加上其他的开支 张家为儿子的婚事 耗费了十二万余元 终于把婷婷取尽了张家 给了八万八 张某夫妇看着眼前的儿媳妇 对儿子的未来充满信心 张斌也对将来的幸福生活 有着无限的憧憬 就此张家与黄家联姻成亲家 两个年轻人办过酒系以后 便开始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好景不长 仅仅只过了半年多 两人却发生了很大的摩擦 由于婷婷无法用语言 表达自己的情况 便经常给大伯发短信 收到短信的黄家人 得着女儿在婆家受到了虐待 十分愤怒 看到女儿手上有了伤疤 黄某夫妇对新女婿的态度有了转变 但是对于张斌虐待停静的说法 张家人显然并不认同 邻居也不认同 反正每次没有让她走过路 很疼她的 就来我们家吃饭 或者是他们家吃饭 张斌虐每次都是夹菜给她吃的 很疼她的 跟她看着她像个宝一样的 没有说怎么样欺负她 虐待她 这个没有的 我这个辛苦到我来等个宝 别用 每天都给你两天吃 可如果黄家人和婷婷的母亲 所说的是事实 张斌实施暴力 婷婷身上一定有施暴后的伤痕 那么张斌到底有没有虐待婷婷呢 我会蒙天启示 我没有打过她 我就拦着她 她一会儿到厨房拿把刀 就在手上割一下 她自己是自己割的 我们马上带她去 然后缝了 缝了 然后还掉了一个星期的瓶 张斌所说的是事实吗 记者找到了婷婷 如果大声说话 婷婷还是能听见一些 既然张斌一家对婷婷很好 那么婷婷为什么要用刀割伤自己 并且频繁地跑回娘家呢 新婚妻子不愿意回家 难道这对仙人的背后 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此时 平静的母亲 到处的惊人内幕 她是两个人要睡觉嘛 她就这样 她是一个要 一个就不停 她就这样说 她是我老公在这里 把我的衣服全部脱掉了 关了几天 关了四天 那五天到家里 没有出去 那个衣服全部脱掉 穿条短裤 张家为了早日抱上孙子 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婷婷身上 然而这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 根本还不懂夫妻生活 而且与张斌 也没有什么爱情可言 就这样 一个懵懵懂懂 一个急着补育下一代 没能通通的两人 闹得不可开交 她跟我讲 她说她不想在这里 她不喜欢张斌斌 我就跟她讲 我说张斌斌对你很好 我说你在这里 她说我不喜欢张斌斌 张斌斌太老了 黄婷那个人 完全是自己没有主见的 我觉得什么事都是 她爸妈来帮她 操作的 因为农村人 其闻媳妇不容易 所以因为这种思想 张斌斌的父母 一方面对黄婷 有很大的关爱 但另一方面 又特别关注 黄婷的一种动向 在这种情况下 黄婷是就觉得 张斌斌家人 限制了她的人生自由 在一次打闹之后 婷婷便回到娘家 再也没有回去 张斌多次和父亲 到黄家接婷婷 但是婷婷都不愿意回家 如此的拉锯战 闹了大半年时间 张斌的父亲张某 终于爆发了 他当即向黄某 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要求 儿媳妇婷婷婷 回来继续 与儿子张斌生活 二是如果不能回来生活 则要求黄家 把八万八千元的彩礼钱 退回来 但是黄家却说什么 也不肯返还彩礼 两家人一直争执不休 当时我弟弟这样讲 他叫八万半 全部退队他 我是不可能 我一个 一个婷婷女 他叫我一个小孩 在那边一年多 他叫我不是 本来退队他 也是不可能 我就不管怎么讲 我叫你七八个五六万 最少你准备好 应该退 但是要通过双方的能力 解决这个问题 要谈嘛 我们肖像亚不足 他女儿一个这样的情况 亚有退休的 就这样 这对新婚夫妇的矛盾越来越多 双方父母也各式体验 两位年轻人的生活婚姻问题 演化成了两个家庭的矛盾 他大哥拿着我的钱 跟他大嫂 去 这个什么 内蒙古 在内蒙古做陶瓷生意 亏本了 他就试着把女儿送走 然后自己全家走 我爸爸给我哥哥 其实他能够买个发牌 买发牌 他们来说买发牌 要挟什么钱 在张家人看来 当初黄家要八万八千元的彩礼 是为了给平定的哥哥做生意用的 现在生意失败了 黄某打算赖账了 黄某坚持认为 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兵时 是个黄花大闺女 女儿坚决不愿意再回张家 是张家有错在先 不愿意将八万八的礼金退还 张家却认为 儿媳妇不回家 就必须退还财礼 张兵在父亲张某的带领下 多次找黄家退财礼前 黄某一直躲闪 事情一直没有解决 那么真的就是女婿杀死了岳父吗 值班民警提出了意义 张和平正老准备离开拍手的时候 我们所里接到110报警 说在我们辖区一个马路上 发生了一具尸体 好像是被人打死的 头上都是血 根据尸体检验报告 以及警方推断出被害人的遇害时间 从时间上推断 黄某被打死时 女婿张斌还在派出所里进行彼录 所以张斌不可能是杀害黄某的凶手 黄某被害一定另有他人 那么黄某死前与女婿张斌见面之后 又与什么人发生了冲突 那个人是不是杀害黄某的凶手呢 警方立即针对当时与黄某接触的人员进行调查 此时有目击者称 命案发生前与张斌一起找黄某的 还有他的父亲张某 那有他的那个亲家 还有那个他亲家家人的人 警方当即审问了张斌 张斌说 他们把岳父黄某带到阁谷以后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 张斌决定自己到派出所 告岳父骗婚 于是乘坐朋友的摩托车先行前往 父亲张某则带着岳父随后赶来 张斌并不清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就在警方要对张斌的父亲张某进行审问的时候 张某却不知去向 这引起警方的高度警惕 他与死者前往派出所的途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害者家属伤心不已 打的是好惨 死的都好惨 杀人者后悔万分 三起案件的发生只是因为一份财柳 他说我也是没有办法 想到千人要这么多钱 送出去的财礼是否可以退回 请您继续关注生活早餐考 一笔彩礼的悲剧 由于张斌的父亲张某存在着重大刑 办案民警准备立即对其抓捕 就在此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出现在了河湖派出所的门口 他说自己是来自首的 前来自首的人正是张斌的父亲张某 那么事发当天 儿子张斌走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张某说他本想带着黄某去派出所 但是在途中 黄某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想要逃跑 死者黄世民啊 王某的逃跑让张某十分生气 王某一心想要逃跑 为了不让对方追上 王某又捡起了旁边的石头砸向他 然后张某某也第二次去那个地上检查了就砸他 结果当时就砸到了他 据这个张某某自己交代他说砸到了头部 然后死者黄世民就倒下去了 明天就被打了 就不会死 如果黄某跑掉了 那么儿子结婚时送的彩礼就全都要不回来了 黄某白白拿了自己借来的钱 想到这里张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在那一瞬间张某失去了理智 就是这样张某用石头活活打死了自己的亲家 张某打死黄某之后 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 于是张某先打电话报警 然后直奔后山的水库 打算投赫自己 在死亡线上徘徊了许久的张某 由于放不下被残疾儿子和八十岁老娘的牵挂 他最终决定投案自首 我做什么都是理解一个儿子三个孙子 够等我亲家中产 个家伙人呐 其实是啥的 都是我爸爸 他在派出所上行刑车的时候 他就这样讲的 他的女儿啊 他让我对他放进去死了 想到营养纪文实在对于妈妈 对这个家太好了 他说我突然之间又爬起来了 他说如果死了 没有办法受得清楚 他说我阿姨是愿意 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对于张某所做的一切 他说都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 他说如果亲家黄某跑了 而媳妇没有了 钱也就没有了 因此还欠下了许多外债 他就没有能力再给儿子娶媳妇了 为了儿子至于后果 张某没有过多的考虑 他一个人用石头 打死了自己的亲家 他说我也是没有办法 想到欠人家这么多钱 他说我这个日子也很难过了 他说我一对不起你的 就是这个亲人 他说我现在进去了 只有你好 你两姐妹好好照顾你妈妈 这是他在亲家上说的最后一句吗 一条人命啊 就这么没了 黄家人呢 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张某呢 也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归根到底啊 就是为了这八万法的啊 这个彩礼啊 都是彩礼 惹得祸 王教授 说实话 这个彩礼啊 在林间呢 其实是约定形成的 那么在这种经济的来往当中 有没有法律 它有没有什么规定呢 其实上彩礼是什么 咱们得说 是吧 实际上是结婚呢 男方给女方 现钱也好 大件的物资也好 那么他这本案中是八万八 这个彩礼退还 有没有根据 我们两个人虽然说结婚了 按农村操办了 但是我们没有履行正常的法律手续 就是办证 这女孩这个才16岁 是不是没有到达 咱们国家规定的 法定的结婚年纪啊 所以我们说 他这个是里面几个婚姻 不合法的知识 首先16岁 他并没有到达 我们国家法定的结婚年纪 那么这个呢 按道理来说 按法律来说 是应该退还的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是两个人结了婚了 虽然办了这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在一块住 那么这个呢 也应该可以 但是退还 不如说 百分之百我都还 可能还要考虑到 方方面面具体情况 按一定比例 然后去返还 台里这方面的纠纷呢 最正确的解决办法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互量互让 双方协商来解 其实让一步退 实际上呢 到最后可能 不会造成这样 出人命这样 不好的事 还是那句话 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嘛 对 是吧 送彩礼是一种习俗 寄托了父母对儿女的祝福 对他彩礼啊 一定要放平心态 不应该去规定他的多少 要根据实际情况 亮丽而行 我想啊 彩礼不应该是一种交易 不应该是一种买卖 而应该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祝福 这两个人对美好未来的一种经济的储备 而彩礼遗留的一切问题呢 也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 您知道吗 好的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生活找方法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骗你之后的谎言